要说九品芝麻关中最坏的人是谁 不是颠倒黑白的方唐靖 也不是灭人满门的常威 而是包龙芯的亲爹 包不同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其实在最开始的时候 影片就已经交代了这个人的定位 年幼的包龙芯许愿长大做个亲官 我要做个亲官 做小点贪官和坏人 但没想到却被母亲责骂 竹啊 竹贪官 这么大胆跟你老爸撮队 镜头一转就是包不同收受贿赂的画面 其次包不同亲口承认过 自己就是个贪官 而且因为做了太多缺德事 12个孩子没有一个养活的 想想灭人满门的常威 都能有一个孩子 包不同却一个都没有 最后扑特布告浪化香 君主全部家产做膳食 才勉强留下了包龙芯这一个血脉 可见包不同做的恶比常威还要多 然后就是包龙芯上经告郁状这段 包不同临死前将半个饼交给包龙芯 祝福他现在的刑部尚书是他当年的生死之交 有什么事情可以去找他 但真当包龙芯找到刑部尚书时 发现他早已与水师提督常坤勾结在一起 这就说明他其实也是个贪官 所以我们仔细想想 刑部尚书就是个贪官 那当年能跟他混在一起的包不同 会是个好人吗 并且接下来常坤的一句话 也透露出包不同当年甚至比他们两人还要狠 这种情况下明杀了包龙芯就好了 但常坤却偏偏选择了这种方式来羞辱他 可见包不同当年 官位肯定比常坤大 而且还总是压他一头的感觉 最后是三四会审时 为了压制常威 包龙芯母亲拿出了玉刺的上方宝剑 用明朝的剑斩清朝的关 这可是妥妥的谋逆 见情况不对的包龙芯 赶紧将剑吞了下去 而坐在一旁的李公公 也并未继续追究此事 显然他是知道包家的一些内幕的 但大听广众之下 不便多说 确实能够拿到圣上赏赐的宝剑 那必定是皇上身边的红人 毛不同不仅拿着明朝的上方宝剑 而且还能让清朝的皇帝 睁只眼闭只眼 足以证明 他年轻的时候绝不简单 或许他才是本片隐藏最深的而然 九品之卖官的隐藏细节 你知道多少 三姑的孩子到底是谁的 众所周知 心爱的电影看似无厘头 但其中总会有一些暗藏的小细节 比如吴好提为什么一夜之间改变了发型 他是包龙心在上经告欲壮时遇到的女子 初次见面的吴好提 编着一个长辫子 垂在胸前 期间的相处 他也一直是这个发型 可后来当包龙心要离开 去和他告别的吴好提 却将头发全都盘了起来 我们知道 古代女子只有嫁做人妇时 才会将头发全部盘起 结合前一晚的剧情 包龙心和吴好提在屋顶聊天 行到身处的两人互相牵起了手 所以吴好提的发型改变 其实是在暗示两人之间发生了什么 第二片中三姑的孩子到底是谁的 可能有人说是包龙心的 毕竟包龙心被刑部上书驱赶后 一直输在风来楼 跟三姑的相处时间也不短 所谓日久生情也不是没有可能 但这种设想就大错特错了 首先片尾七情侍说的话就是一个证据 他吃了之后就伤起临门 注意他说的是双喜临门 表示有两个孩子要出生 然后旁边的包有为见到如烟和吴好提出来 叫的也是大神二神 这里并没有提到三姑 紧接着田金王过来 恭喜包大人也是双喜临门 这就说明三姑的孩子肯定和包龙心没关系 那三姑的孩子到底是谁的 其实就是皇上的 还记得当田金王说皇上是死于花柳病时 三姑的表情吗 他先是一脸惊恐 然后看向了刺激的肚子 很明显三姑怀的就是皇上的孩子 之前尚书大人问过 皇上是怎么认识包龙心的 难道也去过风来楼吗 那是皇上也是有礼 分明有鬼 表明他其实不止一次去过风来楼 那与三姑有染也并不奇怪 而这也解释了 为什么三姑没有指认包龙心 因为一旦指认了 包龙心就间接承认了皇上来过风来楼 也透露出自己与皇上的关系 所以以三姑的阅历和情商 肯定不会这么做的 九品芝麻关中的穿帮镜头竟然有这么多 新爷的笑场很多人都没看出来 第一个是方唐静带林元外到杨曼告状 刚出场的林元外脖子上带着一条项链 然后等包龙心升堂时 林元外的脖子上却什么都没有了 第二个是绑黄老邱的绳子 最开始他身上的绳子是平行的 然后有一个镜头变成了交叉 再切换到他时又变成了平行 而且捆绑的圈数也越来越少 第三个是包龙心桌子上的壮志 方唐静分明在上面点了五下 但当包龙心拿起来看时 上面却有七处标点符号 第四处是工作人员意外闯入 包龙心伪装上街 背后的人群中突然出现一个穿羽绒服的人 或许是发现了镜头 他赶忙推了出去 第五处是常威灭人满门的现场 常威和狗搏斗时 这个地方分明没有尸体 但当他把狗踢飞时 左下角这个地方却莫名其妙出现了一具女尸 还有来福趁常威和狗纠缠时逃跑 中途不小心绊倒了一具尸体 这时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尸体自己动了一下 再看这个尸体的左手是放在胸前的 而等到包龙心带人前来查看时 尸体身上的手已经放在了地上 第六处是常威身上的伤痕 在跟众人打斗时 他的胸前明显有三道血痕 但镜头一转 他胸前的血痕却不见了 第七处是陈大人桌子上的壮指 最开始壮指在桌子上平铺着 但当包龙心过去给他讲悄悄话时 桌子上却什么都没有 而镜头再次切回陈大人 壮指又神奇地出现了 第八处是新爷的笑场 包龙心和吴家兄妹吃饭 吴广德给他加了满满一碗的菜 新爷为了保持菜坛不倒 来回扭动 中间自己都忍不住笑场了 第九处消失的萝卜叶子 前一个镜头 包有为拿到萝卜上 还有两瓶叶子 下一个镜头 直接变成两个光秃秃的萝卜了 第十处是如烟桌子上的香炉 包龙心进门时 香炉在桌子边缘放着 紧接着抱索头进门时 香炉移到了正中间 第十一处 包龙心脸上的翻力 侧面镜头时 新爷脸上明明有一粒白米饭 可当再转个镜头 他脸上的米粒却消失了 第十二处 移动的虎头炸 包龙心深暗时 墙边放着一口虎头炸 可是当包子头拉着一双夹腿走过时 墙边却什么都没有了 关于这部电影 大家还发现了哪些穿包镜头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好了 我们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让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